大家好,我是曹亚颂 天地之间,我是一棵小草 今天是国庆节第二天,放长假 从,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大家说 什么金,什么金海 什么高速啊,还是哪个高速 车子堵满了无边无际啊 所以我就想了 是不是咱们最初那个想法 不如去学,又去学修车子去 到时候整年,可能晚到总比不到好 是不是吧,我们后去干 也能挣到钱,是不是 当然我应该不会去了 因为可能也差不多接近老了 没有必要去奋斗 因为奋斗的结果也是一样 因为最终你还要 摆脱不了一些 你该去的地方你还是要去的 不该去的地方你可以不去 但是你该去的地方你必须要去 你看现在是 其实现在真实的时间是凌晨 我看看啊,凌晨两点四十 也就是凌晨两点四十 外面还有很多车子在跑 我白天的时候我在家里 因为我们家还有个老小 还有个小孩子 我还是给他叫点东西 晚上出来的时候 看他们现在还在外面 都是,不是这里的口音 普通话或者是别的话的讲话 国庆 把车子开着自驾游 这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没必要呢 如果是国庆的时候 就不要出去旅游 真的 你可能又被忽悠了 就像 无视献殷勤飞奸祭道嘛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就是国家为什么给你放这么长长时间架 那我们那就是国家飞奸祭道咯 不能这么讲 话不能这么说 但是这个意思 但是是这个意思 但是是这个意思 他一定是在我们 在你们身上去想干个什么事情 我 我只有一次5月1号的时候 到苏州 那什么 风桥夜博那个地方去玩了一下 寒山寺 郭山 什么 夜宿寒山寺 什么夜半钟 终生到客船啊 那个地方 到寒山寺去玩了一下 那个人太多了 所到之处都是人头 还好 这个出去旅游的人都提前洗头 那像我过去的话 那就比较郁闷了 我能保证 把苍蝇全部带过去 一个景点 我能把你废掉 没事不要出去玩 就是 在放假的时候呢 都不是三星嘛是不是 你们那个三倍工资拿到时候 那时候 然后到时候请假不就行了 到时候你什么时候你请假 你说那个领导我出去 你看那个时候 大家都干活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这直办 现在我出去玩一圈 这个时候你不挣两倍的钱 你玩还玩了 而且你玩的地方 到了你那个时候出去玩的时候 看看什么时候比较淡的时候 你出去玩 首先你时间也捞的完了 你把双星的工资又挣到了 到了那个时候 车子也不堵了 人也不多了 那不更好吗 为什么要做那样一件事情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呢 是不是 那我都不出门 我为什么 因为我出门的话 我费不起那个油 对吧 你知不知道 我曾经干过一次就是 从这个地方到 我另外的一个店里面去 那时候 这是两个镇上面 两个镇上 当然两镇距离是比较远 相隔的是 110公里 你知道我走了多长时间 我走了23个小时 我实在是出不起这个油钱 你知道什么的太怎么吓人了 后来我都把把把车子熄火了 在那边 开空调都开不起了 因为这个山上又冷知道吧 开空调都开不起了 没办法熄火在那边等 太痛苦了 这个 我倒不是打击那个旅游业 或者打击你们旅游的那个 我们同学嘛 好机友是不是 出去到甘肃那边去吧 你要么早点去 坐个飞机 早点订个票 坐个飞机过去 是不是 也可以 不要这样子 你看 住房子 租房子 把我车子挪出去了 说要租给人家住 我说我一个车子 占了多少地方 是不是 那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来了之后 更加车子没有地方停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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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一个是一个人 是吧 你 如果我车子放在那边的话 它就可能损失很多 一个车子里面 可不是订一个房间 有的一个车子订好多房间 那订三四个房间 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我们要算好 不要 把那就是 就这样 轻而易举的 把自己交出去了 是吧 交枪不杀了是吧 你那太好忽悠了 你看今天有个 有位先生到我这来买 买东西 我像这个季节的时候 还有五一要到的时候 还有那个 放暑假的时候 我们都会大量的进那些 那个车载 车载那个 驾驶机的那个东西 还有 还有车载充电的那个东西 当然我肯定要挣点钱 你要不让我们建的这个旅游 在这条线上 我这个人流量又不大 是不是 我就靠那段时间 但是一共你们加起来 挣不了几千块钱 没用的东西 是不是 就这帮人 我们也挣不了你们钱 你们那些钱都是被别人忽悠 忽悠走了 像我这样良心企业家 我们是捞不到什么好的 但是 我一个的话 我既然卖个东西给你呢 我不管怎么样 这个东西值不值钱 反正我都在最近上 撸点钱下来 否则我卖给你干嘛 是不是 咱们 我是要 我是指望你 我并没有指望你活着 但是我指望把这个东西 卖掉的时候活着 如果我把东西都卖掉 不挣钱 我肯定是不会 所以我劝你们不要那么去干这个事情 因为呢 你们不是喜欢在淘宝上去淘吗 你就淘一下不就行了 是不是 你这个 你就晃一圈 你亲身经历的挣点钱 辛辛苦苦挣点钱到这边来之后 你看我们之前 我了解到 在那边 房间 我以前我也是打算去干的 那个投那个 我也打算去投 后来 那个当地人 讲话不太好讲话 我确实很生气 他当时跟我说 房租15万一年 结果我去欠货 他说25万一年 其实这个也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说 他们旁边几个人的意思就是说 叫我不要跟他争论 说他在当地说话 说一 就是说什么是什么 说一不是二的 这个就是问题 所在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以后 你还要干了 所以 所以后来就算了 我不干了 但是不干也遗憾 人家 人家干那个 但是我就跟那个 博涛 七天那个 之前我就跟他联系好了 人家一年挣 挣这么多 一千万 七十个房间 一年挣一千万 你知道他一个房间卖多少钱 正常情况下 大概是三四百块钱 然后就在忘记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千一 九百八百一个房间 所以你不要觉得北京上海 那是个大地方 那个跟我们这里比 那个简直就是小太小了 所以说话说的是商人 就这么这么商人 你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随便去吃一碗面 对吧 我不知道北京上海多少钱 反正这里的话你吃了个 你就知道这就是那个摊在上 就是吃车面大概十五六块钱 一碗面 那是普通的 所以我几乎不在外面吃了 我实在是吃不起 舍不得花这个钱 不舍得花这个钱 放不上 这他面前 下面条是对的 我比的事情弄不了 我下面条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什么 你看 在我们还有一个店在那边 在更远的地方 我就吃过一碗炒饭 三十五块钱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的那个世界里面很牛 你不要觉得你出来之后 你很优秀 你出来之后 你出来之后 那些普通的人在那边 他不是能人 但是他有人他能弄你 你知道吗 你要所谓 使食物者为俊杰 君子向食而动 这个时候 不是你们出来玩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都没有时间 你都控制不了一切 你连你的工作人的事情 你都控制不了的话 你打算十一出来玩 你还玩个屁呀 对吧 那个是不是 商人不好 你连工作的事情 你都安排不好 比如干什么时候休息 或什么时候能休息 这点这点事情 你都安排不好 然后你想投身到这个里面 你去观光 那观光什么东西 人家都给你做好的那些东西 你根本就是 对吧 你平时就看的时候 也许也不太一样 那个堵车堵得特别厉害的 就是以前堵 堵半个月的堵过的 因为北京堵车算什么东西嘛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没有了 因为 其实那本来是一条路 然后修成了两条路 但是每隔多少米之后呢 就有大型的停车场 是免费的 所以就是政府修的 那个 这一点是比较好 这一点 这一块其实人家做的好 嗯 别的地方都做不到啊 人家就是 就打停车场 在山上挖一块平地出来 要花多少钱 对吧 在高原上面 那个都是 一百一百的 就一滴一滴的扔进去的 所以呢 少给自己添堵 也给别人添堵 十一呢 能躺到家里 听听视频 就听听视频 别动跑细跑的 你那吃力不讨好 你看今天 河南开封的一个人 对吧 我老家是安徽的 他来买东西 我跟他说了一下 但是我其实我们不做 我们给外地人没有什么 我们只 我们只为当地人服务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一个工作理念的问题 我只是为 我跟他们的说法就是一样 就是我们给当地人提供基础性的 常规性的服务 我不提供特殊的服务 我又不提供那个就是达不到要求的服务 我只提供这个基础性的标准的服务 就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给我提什么私人定制 对不起 没有 你说服务态度好不好 没有 没有服务态度 包括 之前 我现在是把工作服穿起来 以前的工作服都不穿 为什么 就是我所给你提供的 是我们没有附加任何额外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我给你提供最基础的服务 但是我能担保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重视质量的话 那我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他们觉得我有问题 觉得我这个思路有问题 影响公司形象 那就跟他们做点形象嘛 做点形象 那就他们也要付出代价 是不是 付出代价是什么代价 就是我必须站得多一点 如果我不站得多一点的话 那我不是白干了吗 是不是 那我付出这个代价干什么呢 所以我跟你上一条路子的时候 你认为 认为我不够好 是吧 所以当我砍你一刀的时候 你觉得 是不是 觉得我更加不够好 所以呢 我就讲 我就说 我不说的时候 你以为全天下 就你一个最聪明 我讲了之后 你以为全天下 就我一个最傻 这就是人质 最悲哀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希望把我的视频转发一下 如果是爱好的话 也转发一下 如果是不喜欢的 不喜欢的话 让更多的人来糟蹋我 我还是扛得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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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